由於1992至1995年出生的舊款智能身份證持有人 須於本月25日至10月6日期間 大同身份證親身前往任何一間智能身份證換領中心 辦理換領新智能身份證手續 換證計劃的對象是全港市民 不論是永久性居民或獲准在本港就業 投資、居留或奏讀的非永久性居民 均需在指名期限內前往換證中心 辦理換證手續 入境處說為減少人群的聚集 呼籲申請人使用入境處流動應用程式 登入網站或致電24小時預約服務熱線 預約辦理換證手續 至於1983、1984、1987至1991年出生的舊款智能身份證持有人 他們的指名換證限期將於本月23日完結 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舊款智能身份證持有人 其指名換證限期將於明年1月14日完結 仍未辦理換證手續的人士 請盡早預約辦理 請盡早預約 感谢观看